在今年5月中旬就有媒体报道 美国移民局也就是USCIS 因为经济压力快要撑不下去了 这个夏天有可能关门 当时外界认为美国政府一定会出手相助 这么重要的政府机构怎么可能关门歇业呢 结果本周期移民局已经开始向70%的员工 发放即将从8月开始的无薪休假通知书 原因是美国国会和特朗普政府 无法对移民局申请的12亿美元紧急救援拨款达成一致 移民局计划向大约13400名员工 发放无限期无薪休假通知书 放假开始时间为8月3日 预计备休假时间一个月起步 何时结束还不知道 受影响的员工在本周会陆续收到书面通知 国会议员当前正在与特朗普政府就好几项紧急资金提案进行磋商 但一直无法达成统一意见 移民局申请的12亿美金就是其中之一 执行者也不确定谈判双方能否在8月到来之前达成一致 移民局一直是美国政府机构中比较有钱的 因为外国人每次向美国移民局递交各种申请时 不管最终是否能够获批 都需要缴纳一笔不菲的申请费 这也使得移民局几乎可以自给自足 也因此移民局一直以效率低下 人员臃肿著称 2019年移民局员工数量接近2万人 甚至超过整个美国国务院 但受新冠疫情的影响 自疫情以来移民局收到的申请大幅下降 他们预计截止到今年9月30日 本财年结束时 移民局今年的收入会比之前暴跌60%以上 移民局声称他们今年处理了765万份申请 数量比前两年下降了11% 因为移民局计算出自己的储备资金 在今年夏天就会用光 到时候连员工工资都发不出来了 所以才在5月中旬就向国会求助 要求申请12亿美金的一次性灾难救济拨款 以用于当前和2021财年前几个月的经济支出 70%的员工被暂时休假 对移民局的工作当然会影响很大 随便想想就知道 本轮抽签了H1B的申请已经全部提交 8月份本来应该是审理旺季 原本应该在今年10月1日前生效的这一批申请人 如果没有按时收到审批通知 如果OPT也在9月30日过期 那么10月1号之后就只能停工了 而正常的职业移民申请 亲属移民申请也会遭殃 原本绿卡的申请速度就已经很慢 再遇到70%停工 即使不需要排期等待的申请类别绿卡 到手时间也会被继续后推 而公民的申请也可能受到影响 成千上万的绿卡持有者 被迫不能宣示成为公民 这可能对下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产生影响 这里面似乎有选举的考量 在6月22日 特朗普签署了第二轮限制移民的行政令 今年年底前 H1B L1等非移民工作类签证持有人 都无法进入美国 现在整个移民局又几乎停摆 美国还是原来的美国吗 这一场疫情真的有可能改变人类世界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